大家好,我是小薩 昨天已经介绍了小薩被藤蔓植物打脸三连击 不过大部分的朋友对于藤蔓植物应该还是很陌生的 那本期视频咱们就来看看国际版里的这些藤蔓植物吧 虽然中文版和国际版对于藤蔓植物的效果有不小的差别 仅从共生共存这一条来说,国际版就不是这样的 不过大招以及其他的属性咱们还是能瞧瞧的 南关头就是增强植物防御的 是保护植物的存在 能够和保护植物一起共享一个大招 暴力藤蔓能够发射闪荡黑霉 攻击前方僵尸 有独立的大招和植物重叠种植后共享一个大招 火焰藤蔓能够在地面喷毒火焰和植物重叠后共享一个大招 闪耀藤蔓能够在攻击僵尸后产生小颗粒的阳光 有独立的大招 在保护植物种植重叠后共享一个大招 暴力藤蔓 种植后立刻能把僵尸炸飞 本身的特性和爆炸坚果很像 和植物重叠后共享一个大招 电灵藤蔓 有独立的攻击弹道 有自己的大招 既然是藤蔓植物 自然也适合被保护植物共享一个大招 豌豆藤蔓 吐出豌豆攻击的藤蔓有自己独立的大招 它还能加强豌豆植物的攻击 不知道移植后是什么样的属性 当然这也是共享一个大招 忧郁藤蔓 其实这株藤蔓一开始的出现 是用来祭练忧郁菇的 有三成三的攻击范围 和种在上面的植物共享一个大招 经济藤蔓虽然是低矮植物 和藤蔓植物外形也很相似 但是不能和植物共生种植 所以不能算作藤蔓植物 那么各位小伙伴 除了南瓜头 你最希望移植哪一株藤蔓植物呢?